大论老人习近平 还有多位的中国大陆的高层官员 会见了朋友 那说到了朋友 其实我们在前两天也谈到了 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蒂 他不也获得了接见吗 去了一趟中国大陆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现在看到 是不是菲律宾这边 要对他怎么样呢 国际刑事法院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开始什么 要针对他了吗 菲律宾现在你看 ICC一直紧追杜特蒂任内 禁毒引发的大规模杀戮罪行 什么时候不查怎么挑这个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讯息传出了呢 菲律宾的司法部长还说 我们不是ICC成员 一切都不受影响了 不可以在我们的国家执行 他们想要执行的事情 所以菲律宾现在是不甩了吗 可是菲律宾的小马可是 现在又说 我知道杜特蒂有这一趟行程 还强调说 他知道那个是私人访问 但是是不是可能接下来 会对于接下来 这个小马可是的态度 就是对华的态度 真的会有一些改变 还是说杜特蒂根本没有办法 牵制住小马可是呢 小马可是的力量还不足以 掌控整个菲律宾 如果没有杜特蒂的支持 小马可是他本身 能不能有效的推动政务 这个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他在国会里面 也没办法控制绝对多数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 在菲律宾他的南方的力量 小马可是的力量也达不到南方去 所以杜特蒂如果说 因为杜特蒂目前来讲 是想要管控危机 管控中非恶化的这个危机 那当然他去的时候是秘密的 然后一直到达了北京以后才曝光 然后回来 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动作跟 这个说对杜特蒂的打压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动作 跟菲律宾的反应 就凸显出菲律宾的两套标准 为什么 因为菲律宾本来是跟 国际刑事法院提出上诉 说你没有司法管辖权 然后因为他说我不是签约国 那所以被国际刑事法院驳回了 驳回来以后他们继续启动调查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 就让我们想起在南海 南海当时菲律宾去组织 花了三千万美元 找了一个日本的所谓的 国际大法官 然后收了菲律宾的三千万的钱 去搞了一个国际的一个伟仲裁法庭 进行为仲裁 中国就已经跟菲律宾讲 也跟这个法院说你没有权利仲裁 中国不接受 中国不接受 因为你没有管辖权 但是他还是仲裁了 而菲律宾说这个仲裁你中国要认账 美国人说这个仲裁你中国要认账 那怎么国际法院现在对于菲律宾 提出这个调查的时候 你却不认账了呢 你说因为我不是这个会员国 所以我不用认账 那中国大陆也说我们按照国际法 仲裁是要两兆双方都同意 我这一方不同意是不能仲裁的 那你怎么可以仲裁呢 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说 这个我缺席的仲裁都是合法的 你这个菲律宾简直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菲律宾在这件事情上站不住脚 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更觉得可笑 好 可是现在菲律宾的防长倒是说 菲律宾每天都在监测 中国大陆侵台的威胁 对区域可能发生的冲突 有应变计划 确实得评估事情是否有可能发生 那现在要怎样呢 对不对 那菲律宾还是要继续的 跟着美国的脚步走吗 目前小马可是很明显的 把他的政府引导是向美国这边了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增强在 仁爱礁的军力跟警力了 目前最大的海警船 一万多顿的海警船 已经往仁爱礁移动了 那么更多的船舰往这个地方移动 那当然你也知道海警船一旦出动 到仁爱礁这个区域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军舰也是在附近 做维护的工作 那也就是说中国事实上是已经一直在筹划 在准备跟菲律宾或是跟美国的直接的对撞 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军方非常焦虑 因为可能中美的冲突也有可能在南海 也有可能就一触即发 那要不就变成美国到最后 中国强力执法的时候 美国不敢介入的情形下 那菲律宾小马克思的保就压错了 这一压错会产生骨牌效应 也就是说美国的盟国都会看说 原来你美国的坚弱盘使的承诺 你美国签的国际条约 跟菲律宾的双边的防卫条约 也就是一张破纸 那这个时候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信誉 就会扫地 那请问一下你美国要维护信誉 还是要跟中国干一场价 美国会处于一个两难的一个局面 可是寒冰那你看 其实现在一方面在南海的部分 美国一直有他的主张 可是现在当然就是菲律宾 他还是紧紧的抓住 但是在南太平洋岛国的部分 他也很想要把这些岛国 个个都给他搞定 可是之前我们才看到一个 所罗门群岛 本来好像看起来要导向美国 可是现在又跟中国大陆要合作 现在美国的防长奥斯汀 要亲自去了 去哪里呢 说下星期要访问巴布亚 牛几内亚 那有日本的媒体就说 日前美国跟巴牛签的防务协议 准许让美军用基地用在紧急事态行动 15年使用权可以再延长 所以他现在想要在那个地方 要加强他的影响力 要从巴牛来下手了 美国不只是在巴牛 他大概对整个太平洋 他都要重新再规划再下手 因为他突然发觉中国大陆在太平洋 是有实力开始跟他争夺了 所以他赶快重新再回来 所以开始重新设大使馆 重新设基地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摆明的双标 中国大陆跟索罗门群岛 不过谈一下协议而已 他们就紧张跟伴使说 这个不可以这个有问题 结果你自己在那边设基地 对 美国欠基地吗 美国全世界800多个基地 你还要设基地 这个干什么 就是先战为赢 而且这个离澳洲不是很近吗 那他还需要 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设 他以前也没有设 他为什么要设这个地 他其实就要告诉中国大陆 这是我的势力范围 我先战了 你不能再战 你在玩大富翁一样 就是我先战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就觉得 未来这个争夺的态势 大概不会改变 大家就是你站一块 然后看谁的实力强 我只是觉得菲律宾那个国防部长 讲的很好笑而已 他负责监控中国大陆清潭 他有什么本事监控 没有啊 他监控什么 我就觉得很好笑 他海军起烧出来 他有什么能力去监控什么东西 而且我跟你讲 也不要讲他撤侨 他有什么本事撤侨 他根本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配合着美国说一些场面话 也就是这样 真正在背后主导的还是美国 菲律宾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那我现在觉得就是 小马可斯跟杜特蒂两个就是一个白脸一个黑脸 不断在玩这种游戏 他们两个其实 这次小马可斯会上市他们两个家族结合的结果 对 所以我认为他们正在玩一场黑脸白脸的游戏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出门 感谢观看